你还不快走 我给你 你不回我了 我要跟你说我真 你不快闭上你的臭嘴 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你还要解释什么 我绝对不会再听你放屁 你给我滚 我就说一句话 一句话 律芳 你要你叫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也是你你叫的 你这个狗奴才 我是梅家的二太太 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你再不跟我就去叫人 你先个半夜你跑到我房间里来 你想干什么勾当 不是吧 我 你不走 我就去让凤姐去搞关键 我就叫警察来 我走 我走 还不行吗 滚 滚 滚 我 我走 我走 你to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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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 贤祖 贤祖 你可回来了 那个刚才来找你了 哪个 还能那个 那个呗 就是那西玉女先生 王府的闺女 在黑龙山上跟你拜过堂那个 你废话真多 你就说王小洪不就完了 找我啥事 来 好什么呢 大少爷呢 还不赶快伺候他睡觉啊 他逮蛆蛆去了 我去给你嫁他 逮蛆蛆 你啊 叫我凤大管家 凤大管家 大少爷呢 这抓蛆蛆去了 抓个蛆蛆 抓个蛆蛆 抓蛆蛆 疼 你好大的胆子 和那个小鬼 合起火来骗我 我只问你大少爷去哪儿了 说啊 快说 黑木椒大哥让你给我带了什么画 他什么时候来的 不会是亲自来玉萍了吧 他没来 那他派谁来的 也没派什么人来 那他怎么给你传的画 是飞鸽传书啊 还是红艳传书 还是用什么暗器 把信传给你的 他压根就没让我 跟你烧什么信 那你不是跟舅老爷说 对不起 我骗你呢 我就是想叫你过来说说话 可是我怕啊 我的面子不够大 所以就假借了黑木椒的名义 王小红 你先别生气 你不是说过 咱们俩在黑龙山上 共患难过 你当我是兄弟吗 那现在兄弟有难 想请大哥帮忙 有话快说 我需要钱 多少 多少 三千 多少 三千块献大洋 我有急用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来求你 咱俩可是在黑龙山上 共患难过 你一刀手让了叛徒 又冒着枪林待遇 带着你的兄弟引走了追兵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你是大英雄 现在兄弟有了难处 就只能求你了 那钱我明天就得要 你可得尽快帮我想办法 黑龙山上的事 我可跟谁都没说 要不是你结了我的花轿 换了我的好事 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 这事你要不帮我 可说不过去 敲诈我 你怎么这么说 你刚才的意思 不就是在敲诈我吗 你说是就是吧 你要是不能帮我弄到 那三千块献大洋 我就把你在黑龙山上的 所作所为 告诉梅老爷 你敢 把我第一眼看见 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昨天还装得一本正经 今天大半夜的就来约我 想要钱 干嘛不出卖色相 我告诉你 我要是一进门 你就已经把衣服脱光了 兴许本大少爷就赏你三千块 你 我明白了 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钱 我们家下人多 奉娘看得紧 你没机会到我爹和我二娘房间里偷东西 才来敲诈我对吧 没心错 闭嘴 本大少爷的名字也是从你嘴里叫出来的 我问你 以前你在哪儿骗钱我 就你这副德行 八成靠出卖色相 一个大字也赚不着吧 所以才当了贼 不对啊 当贼没有落单的 你的同伙是谁 不会是你爹王福吧 你会呢 你还想动手 昨天怎么没提要钱的事啊 你还想试探试探 本大少爷会不会喜欢上你 我呸 也不撒跑尿照照你自己 就你这样的也值三千块现大洋 我看着你我都恶心 我告诉你 就算你现在脱光了衣服 本大少爷也一个大字不给你 我一听到言尝 不错 你不行 你不动手 不动我 不动手 你不动手 良心 可以动手 人家 有点 是 我 我 还没烧开水呢 你先喝点西粥吧 小红 你咋的了 你 你怎么哭了 出什么事了 到底出啥事了 小红 小红 你别光哭了 小红 你跟我说 有啥事解决不了的 小红 小红 你别哭了行吗 咋了 咋的了 小红 小 小红 小红 我等你的通知 老板 苦力到了 什么时候冲存 等到上午 万一我昨天谈的那笔买卖成了 我们就在玉萍把这批药削了 这么多西药在玉萍 往哪儿削啊 这是你应该打听的吗 小红 昨天 有人请我喝酒 还谈了一笔大买卖 三千块钱先打烊啊 没有不赚的道理 周老板 您在屋里吗 长官请 长官 这位就是周老板 你姓周 这位长官 有何分 你是犯药的 这是这是 小红 是做药材生意的 通知你啊 待会儿到马司令的军政办公处 紧急会议 马司令要专门给你们这种人训络 好 是是是 是是 喂 昨天晚上 眉嫌祖还真跑出去了 大半夜才回来 也真不知道 他钻哪儿去了 这事跟本司令有关系吗 你还真拿好心当驴肝肺了 我不是怕他钻到你新媳妇 在这儿被窝里去了 你要不法当活王吧 这事我还真不愿意操心 怎么不睡了 睡不着 小小童子厉害 跟你爷们说实话 脚 怎么歪的呀 昨儿不都说了吗 不会是梅嫌祖来了吧 哪儿有啊 司令 你有瞎想 没事 就算他来了 又怕啥 我求之不得呢 我那么多条大杆枪 都是给他预备的 哪颗枪子都能打碎他的脑袋 你没见过人的脑袋被箱子打碎了是什么样吧 那脑姜子跟水豆腐似的 到时候千万里远点啊 别接你脸上 司令 你又吓我 您那么多兵兄弟在外面站岗 他 他哪敢来啊他 再说了 他 他要是敢来的话 我 我立马就喊人 让你那些兵兄弟们 拿枪 打破他的脑袋 你 真乖啊 舍得 司令 你还笑话我 牡丹都是司令的人了 牡丹生是司令的人 死是司令的鬼 你可不能死 你得赶紧跟我生儿子 我爹还等着抱大孙子呢 走 给爹磕头去 快点 给我爹磕头 跪 说 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 生一大胖小子 尽快 哎 跟谁说话呢 叫爹 爹 我十年儿媳妇牡丹 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 生一大胖小子 这就对了 记住了啊 以后每天早上上这儿 给我爹磕头 说这句话 来 再磕一磕 你 来 看哪儿呢 来人 司令 我 我 司令 老命 老爷子真在裤子里了 怎么伺候他 啊 这把混账东西 气死我了 哎 司令 您别生气了 不得啊 这两天赵特派员来了 本司令军政药物繁忙 你在家好好养着 别再上着哪儿了 司令 你干嘛这么说 你就不能享有点好啊 我是心疼你 别再崴了那只脚 啊 啊 风大管家早啊 您真是 呸 王福 你叫出来的好闺女 哎呦 王先生 您可回来了 这有三位病人等着看您的西医呢 都是听说了昨天啊 您看好了那位外地的老客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您可来了 您咋不舒服 我心可疼 哎 小红啊 几位 今天我家里有些事 暂时不能就诊 啊 抱歉啊 哎 爹 走 走 爹 小红啊 风大管家有话要问你 你要如实说 不许有半点隐瞒 你有没有勾引大少爷 啥 我勾引大少爷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在上海读过几年大学 就有什么非分之想 大少爷是金枝玉叶 绝看不上你这种小户人家的闺女 我们没家有没家的规矩 大少爷就是娶 那一定要娶门当户对的千金大小姐 你呀 也别痴心妄想了 你是不是以为 谁都想嫁给你们家大少爷 可笑 我不认识他 你告诉我 我怎么勾引他 你还撒谎 昨天夜里 我亲眼看见大少爷从你这儿冲去的 昨天夜里 那昨天夜里你为什么不冲进来抓 无中生有 我要去诊室了 好不容易有了病人 不能让人家等着 你给我站住 你听好了 我没有嚷嚷出去 是给你爹王福留着点面子 你要敢跟我耍赖 当心我一顿棍棒把你轰出去 你一个姑娘的名节也就甭要了 小红 要是真有这么回事 你就赶紧向凤大管家认个错 把事情给说清楚 凤大管家会念你无知 饶你这一回 我凭什么向他认错求饶 我又没有做错事 说我勾引你们家大少爷 那你把你们家大少爷叫过来和我对峙 不敢吧 在主子那儿低声下气的 就知道欺负我们 我告诉你 我是你们梅家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女先生 不是你们家下人 少在我这儿作为作福 王福 你可听见了 你闺女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好 你别怪我 不给你面子 不 不 王先生 对不住了各位 让他先来吧 他昨天来看过病 今天是来复诊的 跟我进来吧 麻烦诸位了 怎么这么快就和根据地取得联系了 让你说的哪有那么快 我就是不放心你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哭过去没事了 请你尽快请示政委 让他赶紧下命令 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 待着也没用 不用请示政委了 政委交代过 遇到紧急情况 我可以决定行动方案 我命令你 马上撤离于平 马上 马上 你想 周老板给你开价三千块钱打烊 那是黑市的价 如果你今天凑够了 再上烟烧 他会跟你做这笔生意 赚他的钱 但如果你今天不出现 他一定会担心 有一天你会去告发他 我怕的是他为了自保 先去告发你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的吗 因为你们他娘的呀 都是一种人 都是他娘的 靠岛能药就甜的 按说老子就应该把你们全都枪毙了 药归老子管 赤匪休想从老子手里弄走一粒药丸 赵特匪员 见笑啊 我马容是个大老粗 说话难听 这药吧 还真不能回我管 你说万一这玉萍的百姓 有个兵啊 三啊 也麻烦不是 对啊 厅长 把你们叫来呀 事先给你们提个醒 赤匪没有药 急得嗷嗷叫 附近的县城里 已经发现了搞药的赤匪 吃匪需要什么药 你们心里边清楚 吃匪长得什么样 你们也看得出来 哪个要在玉萍把药卖给吃匪 老子就枪毙了他八分祖宗 法司令 法司令 也要赏罚分明 对对对对 听见了吗 赵特派员说得对 凡有提供线索 帮本司令抓到赤匪者 赏大洋五百块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好好想想 我跟你说的有没有道理 你确实比我有斗争经验 走吧 今天就走 没完成任务 也不能怨你 只能怪咱们 没有那么多鲜大洋 凤姐 你说什么 老爷 我要回老家 凤姐 你老家早就没人了 你说什么笑话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只是我在梅家待不下去了 所以请老爷恩准我回老家 你快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爷 阿凤我来到梅家已经二十多年了 成龙老爷看得起我 让我管着这个家 我自问尽心尽力 没有做过半点错事 今日受了这个毛丫头的气 你说我还有脸面待在梅家吗 哪个丫头惹你生气了 这儿 这里有五片药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片 连续吃五天 吃完之后再来复诊 谢谢 谢谢 小红 过来 小红 你跟爹说实话 大少爷到底到你房间里干啥 爹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自己女儿 非要相信那个疯婆子 我来梅家十年了 凤大管家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清楚 他除了对下人厉害一点 平摆冤枉人的事情 我没见他做过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是相信你的 可是爹还没有老糊涂了 你说在黑龙山上 那个新娘不是你 我这两天越琢磨越不对劲 这世上哪有那么像的两个人呢 再说了 在黑龙山上 你就是跟大少爷在一起 我现在真分不清楚 你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但是不管是真是假 你万万不能存心勾引梅家大少爷 我勾引他 爹 你女儿的眼眶没有那么低 我就算这辈子嫁不出去 我也不会嫁给这种败家子 流氓无赖的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再不记忆人家也是梅家的主子 咱们端的是人家的饭碗 什么主子 谁是谁的主子 在这个世上 所有人都是爹娘生的 没有谁比谁高一等 爹 他们梅家的饭碗我不想再端了 你跟我一起走吧 什么 爹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里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 但是人人平等 没有薄学 没有压迫 没有谁是谁的主子 你的劳动和付出 能在别人那里获得真正的尊重 每个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 我不走 你就甘愿给梅家当奴才 我是梅家的大掌柜的 可你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人家的奴才 爹 我告诉你 就是封建和剥削 才让你有了这种天生的奴性 我让你胡说 我 爹 你要打我 我 他是有修养的西大学生 不是你说的那种的 老爷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您赶紧点个头 我马上就带人把他轰出去 不要等他成了精 把大少爷给带坏了 老爷您就来不及了 这不是难为谱吗 昨天刚刚把大牌子挂出去 全玉平的百姓都知道 咱们梅家大药房请了西医女先生 今天我就把人赶走 再说了 王府在咱们家当了十年掌柜 你 老爷 你什么也别说了 我知道你为难 那就请老爷 准我回老家吧 你什么意思嘛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请老爷猜度 别放了 老爷 凤杰可是最忠心耿耿的 他对大少爷 对这个家什么样 您心里最清楚 我想 这个王小红不能留 瑞芳 平日你是最明事理的 这 老爷这话是说 今天我和凤姐 都不明事理了 老爷 您留下王府的闺女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事情欠考虑 这兵荒马乱的 王府怎么就突然冒出 这么大个闺女 之前有谁听她说过半句 这王小红的眼睛里 不干不净的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 进了咱们家 能不闹出祸还来 瑞芳 她就是王府的闺女 有什么来历不明了 再说了 我跟她谈过话 她要不是正儿八经学医的 能在我这儿蒙红过关吗 那孩子看上去干干净净 又有礼貌又有才华 能有什么祸害 您看 这刚来了两天 头天就是迷了路 就迷到贤祖房里去了 昨天半夜 凤姐又亲眼看见贤祖 从她房里出来 还能不是祸害吗 真要是有这样的事 也是咱家那个不争气的畜生 欺负人家姑娘 就因为这把人赶走 气不毁了人家的清白 老梅家做不出这种事来 老爷 您这是在逼我 凤姐 老爷 请老爷赶紧说话吧 老爷 这么多年 我可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跟您争执过 可为了王小红 我的话您怎么一句都听不进去呢 绿芳 老爷 你今天怎么了 我 我都不认识你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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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太 我在梅家二十几年 没想到今天败在个毛丫头手下 我丢人哪 我走了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踏进梅家半步 凤姐 凤姐 二太太 二太太 你来干什么 美老爷在忙 我有话跟美老爷说 有话就跟我说吧 还是麻烦二太太去请一下美老爷吧 你是谁呀 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那就请二太太转告老爷 现在 有人风言风语 说我王小红勾引大少爷 这种凭空捏造的罪 我王小红可不愿意担 我也不想去堵人家的嘴 所幸 就想辞去大药房的差事 离开这儿 只是 辜负了老爷 用心栽培的一片苦心 准了 辞就辞吧 这么点小破事 还用得着跟老爷说 你也转告你爹王胡 他要是不想干了也可以走 我们老梅家药店开了几百年了 从来就不缺掌柜的 小红 你这是要干啥 我已经把功给辞了 这么大的事 你得好好想一想啊 有什么好想的 爹 您跟我一起走 那个二太太说了 您要是不想干也可以走 他们没家不缺掌柜的 二太太说的 对 我就看不了她那种 高高在上的样子 爹 你还说她是好人 我看啊 她根本就没拿别人当人 爹 你跟我一起走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受他们没家的欺负 不可能 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 这里面有误会 爹 到现在了 您还站在他们那边 还帮他们说话 好 爹 您要是不想走 就只能恕女儿不孝 小红尼 戴少爷 我 我 昨天 凤的管家 有没有句整话 吞吞吐吐的 就 就是昨天凤的管家 这 我 我凤娘怎么了 快说 这 凤娘 你这是干啥 大少爷 这是你托我给你保管的传家金索 现在我没有办法再替你保管了 你好好收着吧 最好记着早晚都带着 和保佑你的平安 我不是跟您说吗吗 我不愿意带着他 哎哎哎哎 凤娘 你背着包袱去哪儿啊 大少爷 我要回老家了 我这是来跟你辞行的 凤娘 我去找你 大少爷 我去找你 阿凤在梅家这二十多年 吃穿用肚 和主子没有过两样 就因为我当过大少爷的奶妈 老爷大恩大德的 让我做了梅家的管家 大少爷也给脸 背地里一直叫我娘 我今日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面 大少爷 阿凤这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全是托了大少爷的福啊 所以大少爷 你千万别拦我 就让阿凤我 给您磕个头发 凤娘 你快起来 这叫什么事啊 哪有当娘的给儿子磕头的 再说 我打小您就在我们家 你哪有什么老家呀 凤娘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谁招您了 大少爷 我刚才就想跟您说 凤大管家昨天晚上来找您 问我您干嘛去了 我告诉他 您去找王小红了 大少爷 王府家那个不要脸的小妖精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勾引大少爷 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梅家 可是大少爷 老爷偏袒他 我怎么劝老爷 老爷他都不听啊 所以大少爷你说 我还有什么脸留在梅家 我一定我 你快去找人 好 好 呀 兔子 不 没闯 说 我 卖多 你 你怎么不答应啊 凤娘 你忍一忍 疼啊 疼 凤娘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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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怎么样 福叔 我凤娘这是怎么了 冷热不调 喜怒无动 血气淤滴肠内 热散不出去 那你赶紧开方子啊 确实是肠瘀之症 福长队 你怎么看 要不先用药把火急压下去 止了痛 然后再调理 不行 他得的是疾症 等不得 我也怕等不得了 这种症状疼久了是要命的 爹 你快想想办法啊 对了 西医治这个病最拿手 福长队 快把你女儿叫来 你们去个人 老爷 他已经走了 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他辞了差事 他走了 辞了差事 跟谁辞的 我怎么不辞 跟我辞的 他说不干了非要走 都是你这个畜生闹子 他走了 我跟我有啥关系 爹 没有王小洪就救不了凤娘的命吗 福叔 王小洪走哪儿去了 他没说 听他的意思要离开玉萍 何小洪 走 何小洪 你来干什么 你不能走 你赶紧跟我回去救救凤娘的命 谁的命 凤娘 我们家的凤大管家 他啊 血口喷人 该死 他也得罪你了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得罪你了呢 少废话 哎 我没先祖 上跪天下跪地 跪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 跪关公关老爷 跪梁山一百丹八将 今天我跪你王小洪 求你回去救救我凤娘的命 他得的是长玉之症 我爹说急得烈还一时八会儿就得疼死